北京时间9月29日晚,中超联赛第24轮,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,由北京国安坐镇主场迎战上海上岗,这也是本赛季两队的第四次交手。 之前三次交手北京国安取得二胜一负的战绩,而这场比赛也是一场会左右中超争贯的焦点大战。 上赛季,上海上岗双杀了北京国安,而本赛季中超第一回合交手,胜者是北京国安,所以这次在工人体育场,是北京国安拥有双杀的机会。 不过,比起避免被赛季双杀,继续保持领先优势,才是上海上岗最主要的目的。 比起在客场的低迷,主场却是北京国安坐稳中超前四的保障。 本赛季迄今为止的12个主场比赛,北京国安取得了八胜四平的不败成绩,也是本赛季中超唯一一直保持不败的主场,就连广州恒打的天河体育场,也曾输过一场球,就是首轮输给了广州复利。 面对本赛季中超最魔鬼的主场,上海上岗也将要面临胜于赛程最为艰难的一战,北京国安的攻击力很强大,不属于中超任何一支球队,主场打尽35球为中超最多,但主场丢19球为中超第五多,这无疑给了上海上岗绝佳的机会。 上海上岗的攻击群也不可忽视,胡尔克、奥斯卡、吴磊和埃尔克森,都是威胁很大的球员,其中吴磊更是领跑中超射手榜,埃尔克森也是有高效的发挥,这两人同时也是中超历史射手榜的第一和第三射手。 吴磊现在一共打进了96球,而埃尔克森则是打进了86球,离第二名的韩棚仅差二球,上海上岗的拥有这两大中超顶级射手,北京国安薄弱的后防线,将会受到极大的考验,之前客场面对广州恒大就差点遭遇惨败,而这次不知道,还会不会,有那么好的运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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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